好值得大家来庆贺的呢 还有这个铁人三项的比赛最近很夯 不仅呢这艺人 这余晨庆是一大早就到了台东报道 在今年4月在台中参加铁人三项 荣获第四名的菜兰阿贝 虽然她已经60岁了 但是15号是又到台东来挑战 226公里的超级铁人 这一回她一样是骑着红色的淑女车 和其他的选手一较高下 铁人三项比赛有多夯 艺人余晨庆一大早就跑到台东参加比赛 不过毕竟不是在舞台上秀歌艺 或是主持节目参加比赛的她好低调 你不拍我会比较好 满头大汗但是表情超满足 铁人三项活动行前一天还有这一位菜兰阿贝 黄色背心骑着红色淑女车 已经60岁的菜兰阿贝 今年4月已经参加过比赛还不过瘾 这一回又来挑战超级铁人大赛 骑着车子不像其他选手这么专业 但是速度可是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 阿贝好谦虚 这一次挑战226公里超级铁人 17小时内必须游玩3.8公里 再骑自行车180公里 最后还要跑完42公里才算完成 但是看她脸不红气不喘 一路上还超越好几位年轻选手 一键盘突出不适合骑那个 所以我没有玩三铁就是这样子 菜兰阿贝追梦追到台东来 一家人都来帮忙加油打气 她说得不得奖都无所谓 享受比赛过程圆梦 真的很满足 最近我许一路王嘉宁台东采访报导